HELLO ZOE 我們上次就練了上半身 今次不如練下半身 因為我們夏天要穿短褲短裙 好啊 那今天我們就一天個練了腳和屁股 嗯 好啊 但我聽人說 Lake Day是最累的 但為何那麼多人都那麼喜歡操腳呢 對啊 好像我們的教練 最喜歡就是Lake Day 因為操腳有很多好處 首先第一個就是因為它是最減肥的 為何這麼說呢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你手可能達到兩磅已經累 但你腳一踩又踩到百多磅 可想而知你每一下都是消耗的熱量會更加多 消耗脂肪就會更加快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因為練腳 可以促進我們全身的肌肉增長 你操腳的時候 即是說你不單止只是練到腳 你令到全身的身層代謝都會好 所以無論你想減肚腩 減手臂減哪裏都一定要操腳 那當然還有一些好處就是 你可以令到腳的線條好看一點 還有令到我們有好一點的活動能力 減低平時的手傷風險 那為什麼我們練完腳要練臀部呢 其實練臀部呢 練臀部呢 練腳的好處都有了 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漂亮 因為我最最最最推薦的是 女生一定要練臀部 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蜜桃 除了臀部好看之外 都會顯得腰有一點 嗯 那好吧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立即開始吧 好啊 首先我們會做地雷管心樽 心樽一定是練腳的黃牌動作 那地雷管心樽呢 就是一個負重的入門動作 那雖然我們負的重多了 那但是呢 跟著地雷管的軌跡呢 反而會容易令到我們做得對心樽的姿勢 很多人就不知道盡心擺邊 又或者呢 鎖得不夠穩 那但是呢 我們跟著地雷管去做呢 就很容易做得對動作了 好啊 兩隻手呢 重疊地擺 握好它 可以鎖住的 十字緊球 擺高一點點 站前一點點 屁股呢 不要頂著向前 在後面來的 鎖好肩膀 試試慢慢坐下去吧 好 起身 好 下去 不用站得太直的 是 試試這隻腳呢 做得穩定一點 不要搖來搖去 吸氣 上來呼氣 你會發現全身都很累的 接著呢 我們就用屎脈膚肌去做心盡了 心盡是練腳的王牌動作 在屎脈膚的固定軌跡下 我們又可以嘗試再挑戰副寵去做 做的時候呢 雙腳與肩同寬 雙手扶著鋼 放在我們上背的位置 盡量下深一點 去到大腿和地下一旋水平 呼氣就可以上來了 這個動作呢 除了練到我們的腳 鼓四頭肌之外呢 其實還有團肌 還有核心肌群 全身很多地方的肌肉 都可以鍛鍊得到的 好 我們先拿起鋼 放起 站直 站上來 我們的核心肌群要鎖好 屁股向後 好 嘗試下去了 蹲下 好 上來 好 重心擺腳 低一點 好 好 做的時候你會發覺 雙腳很想搖搖搖 你就要用二字力 想著不要讓它夾起來 就在那下發力呢 你就可以正確做到這個姿勢了 很好啊 你會發覺 你是想傾向一邊的 腰部要給力 鎖住 做多三下 好 之後我們就做Leg Press 一個健身室很受歡迎練腳的動作 因為坐在這裡就可以撐到百多磅的重量 我們雙腳與肩同寬 重心盡量在腳跟上 以免小腿用力 我們現在完全之力是放在股四頭肌 以及屁股那裡 做的時候都要留意 膝蓋不要夾起來 去到最盡的時候 腳也不需要過度蹬直 以免危險 同樣 用力是呼氣 然後慢慢下去就是吸氣 我們現在試試挑戰103磅 雙腳與肩同寬 重心記得是腳 因為重心在腳尖 很容易練小腿 我們在這裡發力 所有肩膀 預備打一下是最辛苦的 然後呼氣就上了 1 2 3 很好啊 1 慢慢下 上 2 不要伸到太直 對 適合了 繼續 再一次 很好啊 最後一刻 很好啊 最後一刻 很好啊 下得很深啊 完成 10下了 非常好 好累啊 來到練腳的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就一起約代我們的大腿 我們做坐式股四頭肌伸展 這個動作是一個 isolation動作 特別針對股四頭肌去做訓練 我們坐在部機器上面 雙腳垂直 向前蹬直 每一下踢氣械的時候 就是股四頭肌收縮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力向上踢 然後下去的時候 不要太快 就可以增加離心收縮 對肌肉的刺激了 好 我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坐好 之後手抓緊扶手 就可以有助我們法力 待會你跟著我的節奏一起做 1秒上 3秒下 預備 開始 1 2 3 4 2 2 3 4 1 2 3 3 2 4 堅持 9 2 3 4 最後一下 10 2 3 4 很好 這個動作絕對是特別 虐待這個大腿 對 好 完成 練團的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做寬外展 這個動作可以激活我們的團中肌 坐好之後 我們不用捱喉 個人微微傾斜 然後就可以用團中肌的力量 將機器撐開 這個動作可以特別練到我們的團中肌 有效地激活我們的肌肉 將沉睡而久的肌肉捱醒 令到我們在摺著下來做的動作 都更加容易感受到屁股的肌肉 我們做寬外展 即是抹屁股 坐好之後 好厲害 我們雙腳踩到柱 好 跟著好像挺胸脊 然後壓前一點腐實 好 跟著不要再動了 我們就用團中肌的力量把它抹開 yes 對 繼續 我們用肌肉連結 純轉兩個腦 都是打算我捱緊你的肌肉 3 做多五下 感覺到這裡嗎 感覺到 壓前坐直 對 最後 8 2 好 很厲害 之後我們就做團推 英文是Hip Fuzz 顧名思義就是炸團 好 我們利用這部機器 都鼓勵大家 可以練熟之後 挑戰更大的重量 練肌肥大的 這個動作 然後呢 雙腳擺好之後 就用團大肌的力量 將重量推向上 這個動作就是練到我們的團大肌 練熟之後 加大重量 就可以增加肌肥大 好 我們可以做Hip Fuzz 我們加了一個搭板 在腳上 然後呢 就方便你 可以重新把腳搶 可以練得更加好 沒有那麼容易 用到小腿的力 那我們的安全帶 就放在寬關節的位置 剛剛好 就要綁緊它 你的身子 就靠著iPad就可以了 待會呢 預備 吸氣之後 呼氣一下 就將它推上來 整個過程呢 盡量用團大肌的力 好 預備 3 2 1 就可以開始了 3 2 1 開始 好 好 我們現在就做Dead Lift 眼拉 眼拉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我們這次就用史密呼機 做一個闊腳的眼拉 對啦 闊腳就容易一點 令到我們的力 可以集中在練團 那我們雙腳抹開一點 比平時 那雙腳抹得越開 腳尖也同時要指得開一點 那我們雙手就留在雙腳的中間 好 那核心呢 要鎖緊 可以用一口氣來吸緊它 那我們就可以用團肌的力 拉起重量 好 我們現在做闊腳眼拉 首先要抹大雙腳 對啦 然後我們要站前一點 盡量站在桿上 好 然後試試雙手先 先碰著它 預備姿勢 但不用你站著 你的預備姿勢很漂亮 整條背部線都是很直的 對啦 頭可以低一點 待會用力的時候 就用這裡推起自己 就會拿起它 預備 3 2 1 拿起 很好 好 我們做八下 好 最後一個動作我們又可以一起做 這個動作是Happy Ending 我們會做一個交叉式的分腿進 待會我們拿著重量 然後一下向左 對 一下向右 這樣做 做的時候 永遠重心在中間的腳 對 儘量用團肌和團中肌去發力 好 那我們一起做 嗯 我們可以把搖壺雙手放在空前 我們三秒之後一起向左 預備 3 2 1 開始 1 這樣為止一個來回 我們做熟過 2 2 3 Core給點力 上身 不要搖來搖去 會比較好 4 這個動作又叫做 交叉功女步 好像在構建娘娘 再六下 7 好厲害 大家 繼續 8 我可以的 好棒 9 10 做完那邊 好厲害 完成 今天很感謝Sowie 加上我們 再做下半身 我想問一下 是否像上一次 這樣做三至四組都可以 是呀 大概每一個動作 做三至四組 每一組 六至十二下就可以了 那就視乎一下 你那個部位 是想練肌肉的線條 還是想練肌肥 我們現在練到這麼酸 是不是就已經增肌肌了呢 是呀其實恭喜你們 你們呢 我覺得肌肉感受度都非常之好 雖然未做得很重 但是呢 都很容易 用到肌肉的力量 是 其實就是代表 肌肉已經被你們叫醒了 他會跟你說 我醒了 你用我啊 是呀 最重要練完之後 回去補充營養 還有足夠的休息 這個循環就可以增肌了 你下一次回來 你就會發覺 20K 又可以再 這個叫負重式 鍛鍊 增加你的負荷 肌肉就會一路一路進步 所以健身是好好玩的 那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呢 我們應該是做完重訓 才吃這個蛋白質 還是我們做運動之前已經吃呢 其實做重訓前後吃都是好的 但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重訓 對 因為你要增肌 必先要刺激你的肌肉 才會成長 它會無緣大的 如果你不做運動 只吃蛋白質 只喝完粉也好 那都是有機會去你的肥膏 都是不會增肌的 那我們也要努力做這個重訓 那大家夏天就有一個很fit的身形 我們下次見 拜拜